首例猴豆闖進臺灣 全民人心惶惶 臺灣繼新加坡 韓國後 是亞洲第三個 出現猴豆個案的國家 相關報導一出 甚至登上微博熱搜第一 專家黃立民說 猴豆必須靠人與人之間 長時間接觸才可能傳播 不過一旦發生社區傳播 就很難斷更 OMICRON在臺灣大規模流行 BA.4 BA.5又大舉入侵 現在又得擔心爆發猴豆疫情 網友炸鍋 灌爆蔡總統臉書 同批政府為何一直把病毒放進來 明知疫情嚴重 還大開國門害慘臺灣所有百姓 人民在花錢防疫 無限循環 說要與病毒共存 大開國門 使得許多百姓染疫 還嚴重影響生計 如今還有猴豆來攪局 讓百姓大嘆 想好好活下去實在大不易 介紹到彭林慧傑 台北財網報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水神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